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我叫邵薛成 我来自于敦煌研究院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大家刚才视频中所看到的 阿富汗的巴米扬遗址 它是古代石头之路上最重要的一个佛教遗址 我上个月刚刚调查完巴米扬 也是刚刚从阿富汗回来 所以第一时间就选择在这里给大家来进行分享 这就是我们调查的一个场景 就像我们刚开始视频中所看到的一样 阿富汗是一个内陆国家 它最主要的是一个星都库什山 平均海拔是五千多米 巴米扬是一个山谷中的盆地 大概只有两千五百米左右 我们史料中所提到的大雪山 就是我们西游记所提到的 唐僧孙悟空要翻越的几座大雪山 实际上就是指的星都库什山 巴米扬正好就位于星都库什山的一个山脉当中 它就是连接阿富汗南北地区的一个最主要的通道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在阿富汗的南部它主要是受印度文化的影响 因为靠近印度比较近 北部就主要是受希腊受伊朗文化的一些影响 这样在巴米扬它就融合了两个地区的一个特色 最初的时候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他们近代殖民浪潮中 开辟到中亚的时候 他们最早发现了巴米扬 可是这个时候所有人并不清楚巴米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物质遗存 很多人以为它是一个波斯亡灵 因为早期的时候很多去过外国探险家都去过伊朗 还有好多的欧洲探险家也去过埃及 他们认为巴米扬很有可能也是一处像埃及金字塔一样的标志性的那种纪念碑 甚至还有好多传教士千里迢迢地从欧洲赶到了巴米扬 他们认为很有可能巴米扬这两个巨佛可能是代表的亚当和夏娃 很有可能是传说中的圣经中的伊甸园 这些虽然是比较有想象力的 可是最终确认这个遗址是靠东印度公司的一个马医 他早些年旅行的时候 为了给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寻找千里马 他去过西藏 他在西藏见过好多佛教寺院和喇嘛 他认为原来巴米扬跟中国的西藏那么接近 所以大家就知道 巴米扬从刚开始被发现到后来被确定为佛教遗址 中间也经历了将近一百年 那怎么会突破呢 突然间会认为它是一个佛教遗址呢 中国有一部很经典的一个被翻译的书 是叫《大唐西语记》 在最早的时候呢 《大唐西语记》最早被翻译成被传教士 翻译成了各国的语言 比如说法语 英语 在这种语言的传播中大家知道了 原来玄奘的描述不仅是包括中国新疆敦煌地区的 甚至还包括好多其他地区的这些东西 这就是一个英译本的《大唐西语记》 早期的欧洲的考古学家还有他们探仙子 正是依靠的这一本书 才逐渐地拼合唱了关于中亚的印象 关于阿富汗的研究正如我之前跟大家提到的 截止到现在已经将近有一百年了 从1922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么多年中 我们的研究可以分为几个主要的阶段 从1922年到1952年是法国人主要做的调查 他们这三十年当中对巴米扬的各个石窟 进行了简略的粗略的一个调查 在那之后又变成了日本 美国 意大利 因为最初的时候前三四年 法国人是不允许其他国家进入调查的 在1952年之后这个限制才慢慢地放松了 日本人才有了机会去 后来国际上 世界上各个国家 都进入这个地方来进行调查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一直没有去调查呢 1958年的时候 我们中国本来也派遣了一支文化调查团过去 那个时候主要是担任文物事业的郑振多先生 他们带了一支代表团过去 可是不幸的是这个飞机坠毁了 代表团的成员全部都罹难了 这本书呢后来的时候在1984年的时候 是被敦煌研军的院长常淑洪先生翻译出来 然后介绍给了大家 下面还提到了另外一个人叫耿生先生 耿生先生也是翻译了大量的 《世仇之路》的一些著作 很可惜的是 四天之前 耿生先生也是逝世了 只不过大家也都知道 1979年的时候呢 发生了 阿富汗发生了战乱 所有的外国学者撤出了阿富汗 以至于阿富汗很多重要的研究 包括巴米亚的研究被中断了 所以好多未解之谜都等待着去大家 大家看到的这个山谷就是巴米亚的山谷 巴米亚山谷大概是1.5千米 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东西两个巨佛 为什么称之为巨佛 西大佛55米 东大佛38米 这两个佛像的确在当时的世界的人的认知中 它是世界上最高的佛像 最早的欧洲探险家到达中亚的地区这时候 所有人都被在两个巨大的佛像震惊了 如果我们跟着玄奘的脚步 大概公元在七世纪的时候 我们中国的玄奘怎么看到的这个佛像呢 它写得很清楚 玄奘它的技术路线是从巴米亚山谷 从西往东一个旅行的路线 王城东北山谷 有立佛石像 高百四五十尺 金色黄药 宝石绚烂 这就是大概介绍的一个西大佛的情景 这是在巴米亚被毁之前 它下面是一个法国的考察队 在巴米亚的西大佛的下面 正在那个地方做调查 大家同时也可以看到 原来西大佛前面还是有好多围栏的一些围墙 是因为在当地的老百姓中 他们生活着一群塔吉克人和撒哈扎拉人 他们完全是一个伊斯兰化 一千多年的国家 当地人根本不知道这些佛像是什么意义 他们已经把这些石窟 把大佛下面的空间改造成了仓库 他们平时重放一些商品和一些农作物 所以最早的时候下面是有围墙的 当地人也非常喜欢这些佛像 虽然他们不知道这个佛像究竟是什么的意思 如果我们从佛教美术来看 西大佛好像跟印度的 摩托罗地区的一个佛像非常接近 如果大家知道佛像起源的话 佛像起源主要起源于两个地区 第一个是印度的摩托罗地区 这个地区的佛像就像大家展示的图片一样 这个人站在这里好像很紧张的姿态 很有点木讷的一样站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西大佛身上有点仿造那种极多风格的 摩托罗风格的那种佛像来做的 关于西大佛最重要的是西大佛天井上有大量的壁画 西大佛的天井壁画呢 早期的时候已经脱落了 如果我们根据残留的一些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上面描绘了大量的飞天菩萨 我们可以看到 在最中央的位置是脱落的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并不理解 这中间的那个佛像究竟是什么 它是什么尊格 它是过去佛 现在佛 还是未来佛 悬上并没有写 它只是写了有一个立佛史像 根据后来龚智昭老师的研究 他认为很有可能这个代表着未来佛 根据佛经的记载 未来佛的身体会非常大 很有可能就符合佛经中的某些记载 所以说上面就描绘了一个弥勒佛 弥勒菩萨的一个多帅天的世界 西大佛的壁画 我给印度的艺术造像风格 非常接近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从印度起源的部分佛教美术 通过西亚传到了中国 甚至传到了我们的东亚地区 大家看到图片就会看到的很清晰 是不是 都是有点稍稍微微低头的 这种知识 还有他们的这种颜色的运用 都是非常接近的 但是现在你去看西大佛的话 是基本上没有任何内容的 因为塔利班当时毁掉了一切的东西 西大佛当时被爆炸了两次 这两次巨大的冲击波 已经毁掉了所有的壁画 大家看到的这些有些脚手架呢 是因为现在去调查非常危险 他们那个山体岩池整个都被炸虚了 经常会发生一点小规模的地震 会脱落下来好多岩池 所以说就要用脚手架把它都给固定住 讲完西大佛 然后我们根据玄奘的一个旅行路线 他就走到了东大佛 他是这样说的 齐兰东有头十释迦丽佛像高百余尺 这时候的百余尺换算成现在应该是38米 这就是大家看到的一个东大佛的佛像 它好像更加接近于一个类似于箭头洛佛像 一个希腊化罗马风格造像 关于希腊化 大家想到的第一个好像可能是奥林匹克运动会 更高更快更强 希腊人做雕塑的时候 他们往往也会选择做一点带有运动姿态的一些佛像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东大佛他的两个腿是一个放松一个紧张的 他所有的重心都放在一只腿上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一看很典型的膝盖 看到没有 他的右膝盖是往前伸的 所以他的重心都放在左腿上 同时大家看一看剑头罗的佛像是不是 所以说这是一个希腊艺术的一个典型的特征 他们所有的人都好像要往前迈出一步一样 在东大佛的天井壁画上 却有一个更加奇妙的地方 在东大佛的天井壁画上 却发现了一幅跟佛教内容没有太多相关的壁画 正中央的大家可以辨识出来好像是一个太阳神 同时在太阳神的两边 还有一些佐罗亚斯德教的一些祭祀在旁边 所谓佐罗亚斯德教就是起源于 古代波斯地区的一种宗教 我们中国往往把它称为险教或者拜火教 在险教和拜火教的图腾下面 还有两个希腊式的神 大家可以看到有翅膀的就是 大家最为熟悉的圣灵女神奈克 实际上不仅在西亚地区 在印度都有这种太阳神的存败 为什么其他宗教的神格会出现在了 一个释迦牟尼佛像上面的天井壁画上呢 有些人说这是宗教文化交流 代表着当时巴米扬人有一个很宽容很开放的心态 他们可以接纳任何宗教进入巴米扬地区 的确是可以这样理解的 但是呢我们同时也可以知道更多的一些原因 很有可能当时佛教在传入巴米扬地区的时候 佐罗亚斯德教当地的信仰 已经有了一部分的美术审美 还有一部分的造像意识 他们只不过后来接纳了佛教 最初他们和佛教发生了融合 讲完两个最巨大的佛像 好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 那究竟是谁建立了这两个大佛像 大家想一想 建立一个佛像 这么巨大的一个工程在古代 做这样一个工程需要哪些必要条件 首先就有三个 第一个要有巨大的经济实力 对不对 一定要有钱去做这些事情 第二个还有一个统治者 一个赞助人 是来支持他 从上往下贯彻这个意志政策 另外一种就是讲我们所谓的佛教思想 佛教思想中或者我们的经典经济实中 出现了一种大象思想 这样就可以建成一个大的佛像 关于究竟是谁 建造了这两个巨大的佛像 从1922年一直到现在 这些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 我们看中亚的局势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 中亚这个地区 它一直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动 是各个帝国的一个边界地区 从亚里山大东征 一直到后来的所谓的波斯萨山的兴起 甚至还有中国地区的突厥帝国的兴起 还有一些唐王朝的兴起 他们不断地在中亚地区角逐 我们知道东大佛天井壁画的旁边 有好多供养人的形象 这些供养人的形象呢 我们怎么辨识他们 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我们知道这些供养人 他们有不同的发饰 穿着不同的衣服 很有可能代表他们自己本身民族的 或者自己个人喜好的一些特征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供养人的形象 得出好多种结论 很可惜的是 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 世界各国的最优秀的学者 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列举的几个观点 无论是美国的 日本的 还是阿富汗的 还有法国的学者 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图像学逻辑 他们根据一些钱币 根据一些安纳文一样 根据在巴米亚发现的周边地区 发现的其他的图像 来进行理解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这样一个特征 就是很有可能见到巴米亚的这些帝王呢 存在着很多个 因为相互学者都不能说服对方 这个时候就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发现了 好多考察队去考察过巴米亚之后 并没有在巴米亚发现巴米亚自己铸造的钱币 也就是说它很有可能不是一个政治中心 也不是一个经济中心 很有可能只是一个宗教的中心 然后呢 现在你再去巴米亚东大佛 一些在想去辨识一下这些供养人 是已经也什么都看不到了 现在也是这样的一个空空的佛刊了 除此之外 关于巴米亚东西大佛是怎么建造的 它的材料是怎么做的 好多人看网络上有些古代的图片 好像大佛有一些像马蜂窝的形状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形状 甚至有些人就说 为什么巴米亚东西大佛的脸部都被切掉了 它们的双臂前臂也都被切掉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从它的建造工艺上可以知道 原来巴米亚的大佛最早是在山体上 刻出一个大体的形状 再在上面再加入一些木桩 再在上面用一些当地的黏土和一些裂泥挂起来 然后再把它们做成了这种树像 这种树像做起来是比较方便 节约功力和时间的 但是同时也给后期的破坏造成了一定的便利 比如说它们把一些木桩抽掉 就很容易形成一个很整齐的面貌 大家可以看出来 巴米亚东西大佛的脸部都被整整齐齐地切掉 切得很平整 讲完巴米亚东西大佛 大家可以看到关于巴米亚石窟的一些装置艺术 因为巴米亚有750个石窟 这750个石窟中 现在存留的大概有40多个石窟 是有石窟壁画内容的 这些壁画内容它表现最多的一个题材 大概都是一个关于涅槃佛的题材 实际上在巴米亚的壁画当中 关于佛传故事本身故事的内容非常少 它好像是比较重视装饰性 只要漂亮好看就可以了 好像这也符合当地有母民族的性格 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从装饰纹样上 看到好多的东西方交流的一些特点 比如说在巴米亚壁画上也可以看到 这种莲珠纹样 在中国的新疆 在敦煌石窟中也可以看到 很有可能这种莲珠纹是从西亚地区 从伊朗一直传输到了中国 还要大家注意就是 关于我们知道的这个巴米亚的一个塑造艺术 好多雕塑塑造在巴米亚石窟中是非常有特色的 这个是在希塔佛附近的一个石窟 这个石窟很有可能 是当时基督教的一个教堂 因为这种罗马立柱的样式 是很符合基督教的 那是涅士托里派的一个造像的一个风格 巴米亚壁画中还有大量的穷隆顶 这种穷隆顶和罗马的万神殿的建筑非常接近 可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巴米亚没有自己的文献记载 它的石窟中也没有文字提及 我们无法确切地判断出它究竟是哪一年建造 哪些人来建造 它的宗教功能是什么 我们只能是依靠一个大概的一个图像学 和建筑风格艺术来分析 大家忽然间可以发现 在巴米亚的石窟当中 有了很多的西方的元素 为什么那么多的西方元素 会在巴米亚的石窟中被体现出来 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要考虑到当时的一个地区形式 我们看这些石窟好像都是在 短短的一百年左右把它给建造起来了 那在这一百年的时间发生了哪些内容 西亚的阿拉伯势力兴起了 他们最早向东扩张的时候 他们大家都知道数特人是商人 他们很容易经商 大厦地区很有可能都是有大量的财富的 他们当阿拉伯人占据这个地区的时候 这些贵族就带着一些钱财来逃亡 大概就逃到了巴米亚的地区 这样就可以在巴米亚的石窟中 形成一种新的特征 就是什么呢 就是巴米亚石窟下面是石窟 很有可能是佛雕内容的石窟 但上面却是一些军事碉堡 望楼 所以它即使军事也是一个宗教 它是结合在一起的 这是巴米亚的确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除此之外 在巴米亚地区还有大量的一些居住用的石窟 因为在整个巴米亚省有一万多个石窟 这一万多个石窟现在仍然被使用着 好多老百姓就住在石窟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不仅住在石窟里面 他们还同时把这些石窟用作自己的坟墓 做自己的仓库 做仓储用 现在的巴米亚的石窟管理员 它仍然会住在这石窟里面 这就是它的卧室 但即使是这样 我们讲的仍然是关于巴米亚 一个山崖上的佛像 还有它的这些石窟建造 但是大家不要忽略了 巴米亚是一个山谷 巴米亚山谷中还有没有发掘的东西 因为在此之前 虽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正当大家需要验证资料去寻找新的证据 从地下挖出来新的东西 来验证他们的研究的时候 这个时候苏联入侵了阿富汗 紧接着阿富汗的局势就越来越糟糕 以至于到后来大家都知道 发生了很悲哀的事情 就是巴米亚东西大佛被炸毁了 大家也知道巴米亚被毁了之后 就形成了两个空空的佛堪 大量的巴米亚树像壁画全部被毁掉了 好多人很悲哀地认为 好像巴米亚没有什么可以研究的 因为巴米亚被毁了 好像巴米亚的佛教美术 宗教考古已经截止了 但并不是这样的 大家知道科技考古现在非常重要 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碎片 我们进行科技检测 原来我们都是根据考古学美术史的内容 现在我们可以用最新的科技来检测他们 于是大家就知道可以看得清楚来了 就是关于东西大佛究竟是什么时候建造的 它的石库的侧年 原来是六到七世纪建造的 在2003年的时候 联合国教科文文组织也把巴米亚 确定为了世界文化遗产 同时它的范围已经扩大了 大家可以看到右上边 右上边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 大家传统的巴米亚的山谷是这个位置 东西大佛在这个位置 可是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巴米亚的文化遗产 已经被延展到周边地区的 这些地区就是我给大家提到的 有大量的碉堡 大量的望楼 大量的城塞设施的那些地区 所以巴米亚的眼睛也一下子被扩大了 如果我们再重新再看巴米亚的时候 我们忽然发现 在玄奘的记载中 好多山谷当中的茄兰还没有被发掘出来 这好像还比较值得期待 于是很多考古学家 他们重新又纷纷地返回到了阿富汗 返回到了巴米亚 在这里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 原来阿富汗的考古局的局长塔赫兹 他年轻的时候 他博书论文就是写的巴米亚的石窟 和巴米亚的东西大佛 他一直想在山谷中进行考古发掘 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 他就撤到了法国 当2002年的时候 他带着考古队重新回到了阿富汗 他根据玄奘的记载 在这里面就找到了 当时巴米亚提到的大都城 找到了寺院前南遗址 然后在这里面他就发现了 好多丰富的资料 原来玄奘介绍的大都城是一个封建化的城市 里面有自己的工作坊 同时山谷中的寺院的发现 非常令人惊讶 原来山谷中的寺院年代学 甚至比东西大佛 比那些石窟还要早 他甚至可以找到三世纪 而且这些三世纪的寺院的样式 也是受希腊化文化的一个影响 是一个剑陀罗风格的寺院 在这个寺院旁边 玄奘记载着 长千余尺的涅槃佛也被发现了 大家都知道这个涅槃佛好像千余尺 大家想东大佛百余尺是38米 那千余尺是不是380米 可是塔赫尺发现的涅槃佛只有10几米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误差 等待着大家以后去研究 发现涅槃佛的同时 塔赫尺还发现了一个更大的建筑 原来巴米扬山谷当中还存在了一个大塔 这个大塔是一个十字形的大塔 大家看到没有 佛塔 No.1 一号大塔 这个大塔究竟有多高 如果根据建筑比例来推断的话 这个塔最有可能是60到70米之间 所以说原来巴米扬的地下 还沉睡着很多未知的内容 在玄奘访问巴米扬之后 巴米扬的佛教又蓬勃地发展了100年 在这100年之中 新的文化景观标志性建筑 纪念碑式的大塔被建立了 这个当时是跟塔赫之座考古发掘的阿亥德 他站的地方就是发现涅槃佛的这个位置 大家看什么都没有了 实际上如果大家去看的话 巴米扬大部分的遗址都是这种土堆子 就是一堆瓦砺 就在这个地方看不出来太多东西的 如果我们再认真的观察 元藏的记载 他提到的巴米扬只是一个大都城 凡叶那国究竟有多大 是东西2000余里 南北300余里 可是巴米扬只有1.5千米 是对不上的 我们的史书中还记载着 在唐代658年到661年 在这个地方撤封了一个写封都督府 同时还有四个重要的城市 这四个重要的城市 我们一直不知道它在哪里 所以说呢 这是我们敦荒研究院派出调查队 除了对巴米扬山谷进行调查 对石窟 对东西大佛进行调查之外 我们就一定要探明白 这四个城市究竟在哪里 于是我们就派出了考察队 最远的一个位置 这个碑文非常重要 这是巴格特列亚语的碑文 里面详细地记载了当地的人 在八世纪的时候 他们一方面信奉着佛教 一方面又给阿拉伯人交着税 所以说大家知道 伊斯兰在刚开始进入这个地区的时候 他们也有一个比较宽容的状态 在巴米扬以西地区还发现了佛塔 这个佛塔也是一个比较早期的佛教传播的证据 我们还在七里不就这个城的下面 发现了一座佛教寺院 这个城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写封都督府中的一座城市 当地的向导带着我们找到了这个地区 的确非常困难 因为是好多都是悬崖峭壁的地方 后来的时候大家研究发现后期的城市 他们往往喜欢把佛教寺院给压在城市下面 所以你进入这些佛教寺院的时候 需要破费周折 那我们就可以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原来大家认为佛教起源于印度 在传播的过程中通过阿富汗向北 传播到了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 朝东边传播到了我们中国 可是在佛教最西端是在土库曼斯坦的梅尔夫 究竟佛教是怎么传播到梅尔夫的 好多人以为是从乌兹别克传过去的 可是我们这一次踏查我们就知道 原来在巴米扬以西还存在着一条新的佛教传播路线 佛教经过巴米扬是直接从西部沿着 河谷地就直接传到了土库曼斯坦 这个也是我们最近这些年 大家一直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再次发现中 当时跟我们担任一个向导的 这是2007年这个人的照片 他的名字叫阿巴斯 我在2007年的时候 我开始读关于阿富汗的考古报告 我当时还不能去阿富汗 还不能去巴米扬做调查 我很羡慕他 因为他可以跟着考古队一起工作 他可以掌握第一手资料 可是我这次去的时候 我再找到他 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父亲了 他也刚刚大学毕业 我终于可以跟他愉快地交谈 我也想一代的专家教授们越来越少 关于年轻人的培养 也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问题 巴米扬阿富汗的确需要大家去关注 因为还有很多更多的未解之谜 这一个被忽略被遗忘的遗址 我希望大家一起关注它 同时也关注年轻人的教育问题 我们和阿富汗人和巴米扬人一起成长 好 谢谢我的演讲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